Senate 好啦! 大家好ились Connie 今天我要來開箱我最近新買的一些愛用物們 那首先是我身上在這兩條項�met 超可愛的 然後他的包裝是這樣的 他是ENA-LEUSA 超可愛的 然後它的包裝是這樣的 它是Anna Luisa 它的名字叫做Anna Luisa 好那實不相瞞呢 就是上個禮拜我收到一個email 我以為是詐騙集團 原來是他們要跟我合作的一個email 我仔細看了一下 我就是真的 然後我就超級開心 因為有人看到我的影片 我就很開心 就是感謝你們大家的支持 然後呢 我就上了他們的網站 看了他們的視頻 真的都很可愛我很喜歡 因為其實以前我不是很喜歡一個視頻的人 但是後來就是被我這邊的朋友影響 就是他們都會戴耳環啊項鍊啊 然後我們就會在淘寶買什麼的 之前我買的淘寶呢就是 因為比較便宜 所以就是質量就沒有那麼好 就會生鏽啊 然後就是黑掉 我就不戴就丟掉 所以就很浪費 那這一個項鍊它是 其實他們家 為什麼我會想要跟他們合作 是因為我喜歡他們的品牌裡面 他們的品牌裡面就是 他們的項鍊是用回收過 回收後的這個金和銀來製作的 而且他們是小批量的製作 所以它是不會浪費地球資源 他們主導環抱的一個牌子 所以我是因為看到這個品牌裡面 我才跟他們合作 那他們讓我選兩條項鍊 就是我選到這兩條 其實呢我是非常猶豫的 因為每一條我都想要 所以我選了很久 然後重點是什麼 你知道嗎 他們的項鍊不是到很貴 從新幣50到400都有 可是400那個是鑽石 那就不說了 400塊那是鑽石項鍊 我們不能說那個 大概是50到100多 200多都是有的 那現在目前他們的官網 是有在情人節之後 所以是85折 如果你們有興趣 可以從我下面這個資訊欄 去裡面點開來買喔 真的很推薦 重點是它質量很好 因為我已經帶了 應該一個多禮拜 然後它都沒有什麼褪色 因為我帶著洗澡 其實不可以帶著洗澡 不過我就帶著洗澡 我覺得我是一個很懶的人 我沒有帶兩條 我就是帶著愛心這條 因為愛心這條它就是比較 比較日常一點 然後這個 這一條就是歐美經驗 就是最近很流行嘛 就很適合 穿這種平口衣的時候就帶啊 然後他們的包裝是這樣 他們的盒子 是這種紙盒子 它上面還有環保標籤 然後這邊也是有寫說 就是不要浪費地球之雲啊 這些 smaller packaging 就是小的 小一點的紙盒 其實你買東西 買一買就是 包裝也是會丟掉的啦 那它這個很可愛很貼心 也是它的項鍊背後有一個小信封 所以你的這個項鍊 就可以藏在這裡面 就不會一直打劫啊 什麼的 那項鍊它上面會有一個這個標籤 這個小標籤 這個A就是 Ana Luisa的簡寫 他們是紐約的公司 所以如果你們要買的話呢 在2月5號以前 你們要趕快下單 下單之後才可以在情人節之前寄到你們家 因為它是國際的嘛 國際的一個品牌 國際寄送的 當然你們要買的話 如果當禮物 你們可以特別買那種 就裡面有架構 架構禮盒 如果自己用 你們就買這種盒就好 不需要浪費啦 我覺得 這也蠻好好回收嘛 就是拿去回收 這個項鍊你也可以單帶也可以 就是這樣 像我這樣疊帶 就是疊帶會比較有層次一點 如果你單帶的話 也是比較乾淨囉 但是因為我今天 我的這個衣服比較寬嘛 所以我就可以疊帶兩條 很可愛吧 好接下來我要說 第二樣的東西 我也要推薦的東西 我手上的手錶 這個手錶 它是CASIO的手錶 這隻手錶呢 是我朋友推薦之下買的 然後因為那個地方 賣的CASIO會比較便宜 我們也不懂為什麼 可能是因為批發價 那這個呢 猜猜多少錢 它白人有找耶 它真的很漂亮 它很美真的很美 方形的 如果你去墨裡面 隨便看一隻CASIO 可能都要一兩百塊 可是這個白人有找耶 而且我朋友帶著去的 每一個朋友幾乎都會有買 真的是很便宜 在Boogies附近 Boogies的一個地方 我要再問一下我朋友在哪 好那第三樣呢 就是我新買的 聖輪包包 給你們看一段開箱的影片 這邊 好幾乎 今天我也要注意 我可以在哪個影片 好嗎 看看我 好幾乎 好幾乎 喔 好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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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先聲明一下我不是那種 就是瘋狂買名牌的那種人 我就是看了很久 然後剛好時機對了我就入手 前陣子我不是買了香奶奶嗎 香奶奶我就是放在家裡供著 因為帶一次出去之後 發現我的指甲很就是有刮到我很心疼 所以我就入手這一個Nikki Baby 這個是小的就是Baby size的 它是牛皮所以它很耐刮 然後它的容量很大 超漂亮 然後它是這邊打開 它開扣子會比較有一點 一個缺點就是開扣子 這邊開的時候你兩隻手握住 然後這樣開比較好 你不要直接拔 不然怕它壞掉 這兩邊的位置都是超大的 買的是這個型一點 它這邊是一個D-code D-D的 這邊有一個D-code 這個好像沒有吧 好那我上身背給你們看 我們看這個樣子 這樣子的長度 屁股的上面一點點 這樣子 就會比較帥氣一點喔 但是沒有裝東西啊 裝東西會再碰一點點 這樣子背 但是我自己我覺得我蠻不喜歡這個背法 就會覺得卡卡的 這邊 好那我來拿下 也可以這樣背 這樣背的話對我來說就長了 所以呢 可以用調節扣 不是要斜背的話這邊 這邊拉一點線 這邊 這邊放一個調節扣就不會那麼長 就在這個總結放調節扣就可以了 通常就是這樣子喔 比較喜歡就是這樣 反正我就是很喜歡它啦 它的size 就是很安我 超可愛 很喜歡 好其實我在決定這個顏色的時候 還有米色米白黑色啊 灰色這些顏色 這麼多顏色 我其實已經下定決心要買白色 因為其實我沒有什麼白色的包 我就想要買看看 然後反正那個貴姊就是我朋友 所以呢 他就跟我說其實買白色 牛仔褲沾到還是什麼 一骯髒就很容易看得出來 所以到最後還是選了這個黑色的 黑色就比較白搭 然後穿褲子會比較適合 其實穿裙也是OK 就是比較成熟一點 說實在以前我真的是看不上眼這個包 因為就是看網路上評論 然後就會覺得這麼醜 好像皺皺的哪裡會好看 可是這個包他是越看越耐看 就是你看一眼然後 再一直看他一直看他 不過你就愛上他了 我也不懂怎麼講 重點是他很輕吧 因為我不喜歡被很重的包包 之前我有另外一個LV的那個 戴打粉 打芙尼 打芙尼 打芙尼就很重 所以就是我不喜歡 後來我就買掉了 就是還是覺得要選一個輕的包包 實用耐用一點比較好啦 然後這個容量真的超大 拍給你們看可以裝什麼 這邊啊 你看他的這個size 這邊可以裝下一整支閃 這個 你看他全都裝進去了 然後重點是他很方便的話 是他後面呢 他這邊 這邊可以放手機 所以你背的時候拿手機 就不需要一直打開這個扣子去拿 我們來看一下容量的部分 這裡我裝了現在一個充電器 充電寶 然後一個 我的鑰匙包 然後還有我的耳機 耳機 然後口紅 還有一些 就是一樣是我的紙巾 然後書紙 其實他的空間是非常大的 看到嗎 整隻手伸去 根本雨傘都可以裝著 然後後面就可以放我的手機 我的盒很厚 也是裝得下 超大 丟進去 明天還要出門 裝回去 裝完之後還很大空間 好 那今天就是 說完了這三個我最近的愛用物 我要提醒你們 不要忘記那個有discount我的項鍊 現在85週你們可以在資訊欄裡面 點開來送女朋友 送朋友 買起來 買起來好不好 買起來哦 85週 國際運送 好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的話請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哦 拜拜 謝謝大家支持 現在目前訂閱人數還沒有到1000 但是已經600多了 希望大家都能給我一點鼓勵按讚 然後是我一個很大的動力哦 拜拜